精神 涵儿 你是说他救了你 如此大好的机会你没用上 反而跟他闹翻拉 其实还挺顺利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开一下就长毛了 那你怎么惹人家了吗 我惹他 我供着他我还来不及呢 我就跟他说 离开月卧村 就会有人善待他 结果呢 跟我生气了 你说说 放着给他赔钱大命的 我不珍惜 跟那个含打喊杀的 月卧村村民难舍难分 不知道这脑袋 进了多少三毛他的水 那你既然知道他死心痒 不如慢慢来 慢慢来 何止这 这轰光宝镜 不找你身上是不是 暂时说话不妖头 少顶空心沈允氏 迟早会走漏风声 这事要让陈元毅组织的 我们救神石的事 不仅会泡汤 保不起我们也难逃魔杂 姐姐 你ங wait 请请请请 慢点吃啊 不够还有 还是清潑姐姐贴心 我跟谈谈这些天 飞檐走壁 一点婚庆都没站着 谈儿 你也吃啊 陈元族秘密下界 到底所为何是 莫非是想用你做筹码 探查过的行踪 你放心 不会的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并无旁人知晓 更何况 此次下届查探的人 是陈渊三殿下 他为人正直可信 绝对不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的 可信 贵戏战也有他的份 陈渊族向来被逼狡诈 绝不能庆幸 你不是自幼 便崇敬陈渊一族的吗 何时对陈渊 有了这等看法 不过 陈渊出征归序一世 确实令人不迟 但是三殿下 只是奉命出征 绝非是血赖沙之徒 妹妹有所不知 自从挫驾以来 如果没有三殿下 全力为我斡旋 我可能早就已经 伸手易处了 你不会是对一个恶煞 生情了吧 我 我警告你啊 恶人就是恶人 无论对你多么关怀辈职 就让他们知道 少典有情的事了 保不及也会生出杀伐之年 沈君怎么了 刚刚这里有个姑娘 就是瘦瘦小小 带着多么那个 你们看不看见 我不知道啊 刚刚明明在啊 您再好好想想啊 我没注意 姨这妈生意了 您再好好想想 刚刚就在这里的 那不是宿水吗 她怎么会在这儿 水 过来 哎呀 出什么事了 公主得知夜谭天飞下劫 就逼着奴婢带她下来 寻找夜谭 结果一眨眼的功夫 我去问了个消息 公主 公主就不见了 什么